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二百七十二年,第四。 原觉经约,以轮回心,生轮回剑,若欲如来,大极灭海,终不能止。 这两句是原觉经的经文。 告诉我们,以这个潘云心,决定不能证得福苦。 这个地方讲的轮回心,就是前面所说的潘云心。 也就是华言经上讲的妄想执着。 妄想执着的心是轮回心。 因轮回心,这才生轮回剑,也就是你的想法、看法完全错了。 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这个见解就是轮回剑。 可以说的,可以说的,这个两句,不但把六道众生说尽了。 而且包括了四圣的法界,也就是身闻原觉菩萨佛, 就是摄法界里面。 摄法界,严格的来讲,都是轮回心,轮回剑。 那么如来大击灭海,就是一针法界。 华言经上讲的华藏世界。 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如来大击灭海。 但是,这个轮回心,轮回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行。 这所谓是待业往生。 如果不是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没有法子。 决定达不到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有宗不能至。 那么这也说明,西方世界是非常非常的特殊。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 正是经上所说,唯一佛与佛方能究竟,才晓得这个极乐世界形成的原理。 即使等着菩萨,如果得不到佛力的加持,他也搞不清楚。 这是不思议的法界。 世尊大词,经教人,管著法原生,自由如初。 我们都是用轮回心,都是轮回剑。 那么要怎样能够其辱,如来所振的境界。 这一部经好啊,佛在这个境上,交给我们观,助法原生。 这种修行的方法,可以破轮回心,破轮回剑。 那么怎么个观法,前面讲的很多,也讲的很详细。 我们必须要记住,要认真地去做。 这错不必强行往年,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很多,不必勉强去压它。 这个勉强去压了,诸位啊,小子压不住。 欲是想把妄念熄掉,妄念欲动。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不必勉强,只把精神着重在做惯赏。 这样就好。 这底下说了,虽欲席之一不可得也。 这就是,这个念佛也是如此。 许多念佛的同修来告诉我, 他说以前不念佛的时候, 好像妄想还少。 那么学了念佛法门之后, 他说越念,妄想越多。 这个妄想是不是念佛念出来的? 对于念佛了,生其恐惧的这个念头。 那么这是错误,不了解四十状况。 这个妄念多,平常就是那么多。 因为不念佛了,没有发觉,没有发现。 现在想念佛,想修清净心,这才发现了。 并不是那个妄想念出来的,不是念佛念出来的, 是发现而已。 原来就是这么多。 因此我们要懂得这个妄想发现了,不要害怕。 佛号老实念下去。 妄想再多,都不要去理会他, 也就是根本不要管他。 念佛可以跟达妄想同时并行,没有关系。 只要不理他了, 这个妄念慢慢就会少了。 妄念少了,就证明你念佛的功夫得利了。 这是初学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 不但现在人有,古人也有,都要从这个地方经历过。 所以我们知道就好,不要勉强去压制他,用不着。 但当相由造作,由对待之一切又为法上,观察其变化无常。 如同梦幻泡影露定一样。 这就是世尊在这一会上,教人降佛其心的方法。 金刚经历一开端,须佛提尊者请教的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心要安住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就是往念要如何去相辅, 云后相辅其心,那是往念念头。 那么这个一小段呢,两个意思都举足。 这个是降佛妄念的方法。 观注法原生呢,就是你的心要安住在那里,安住在观照这个注法原生。 在一切又为法里面,观察他刹那生命,观察他夜阴古暴的循环。 你看这个,这个四十真相呢,这个四十真相呢,就跟经上讲的一样,梦幻泡影。 这是夜阴古暴,那个循环,生灭的现象。 但是,牟电呢,是按下来的,我们的心要安住在哪里。 那个生灭时间的短暂。 它不是常住的,刹那生命,你把这个心安住在这个地方,观察四十真相。 令慈心动明 一切诸法不过远会战先幻想 实则生皆无生 全然乌有 这个乌有跟有无的无是一个意思 完全没有 可见的这个漫游不是一切法都是空无的 所有现象摆在我们面前 有即是无 有即非有 所以那个有相跟无相是一不是二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 诸法如意 发法皆如 发法皆是的意思 并不是说这个相空掉之后 你才看到无不是的 就在现象上观察 这个现象确实是空击 是无有的 那么现象是怎么回事 这你说得很好了 不过是远会 战先的幻想 原是英语 无量的英语 非常复杂的英语 繁琐的英语 因缘聚会 现出这么一个现象 现象 现的时候 就是它灭的时候 这个生灭 几乎是同时 因为生灭是同时 生即无生 灭亦非灭 生灭是一 也不是二了 这才见到 四十真相 然后你才懂得 生皆无生 无生即生 这是智慧 这个叫做观照 对境欲言 不为所转 我们今天 遇到境界 遇到一些人的事 人与事 都会齐心动力 分别执着 这就是你为境运所转 通常 我们将这两个字 分开来说 经是物质环境 欲言是人事环境 就是我们常讲 对人 对事 对物 这个欲言 人事环境 对境 物质环境 无论是对人 对事 对物 你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 你起心动力 你就被境运所转了 换一句话说 是外面境界做主 你自己做不了主宰 这叫凡夫 六道凡夫如是 界外的 我们这个界外是讲 六道的这个界外 以六道为界限 界外的 深温原觉全教菩萨 他们也被境运所转 不过他们转得轻 我们转得严重 也就是他们也有分别 也有执着 但是很危险 我们是非常的粗重 这个才限这个六道轮回的境界 怎样能够突破这个境界 这下面教给我们 应于一切境远上 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场所 面对的总是人事物 我们用这三个字 就把你所对的境界 全部包括这其中了 你面对这个境界 学佛的人应该怎么去做 这就学佛怎么学呢 修行怎么个修呢 这你教给我们 极力作义观止 这个极力就是强制的意思 坚持的意思 自己一定要勉励自己 要坚持自己 要注意关照 可见的出学 我们没有离开心意识 心意识 叫我们堕落 在《楞严经》上 讲得很清楚 我们为什么堕落的 心意识在作祟呀 那么如何能够解脱呢 还要靠心意识 所以《楞严经》上 实实在在讲啊 佛把这个意识说之为 它是罪产祸首啊 我们高六大轮回 无量皆来 受这么多苦难 它是罪产祸首 那么到将来我们修行正果 超越世界呢 它也是第一个功臣 它的功劳也是低大了 它只要变过来就行了 怎么个变法呢 管照 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 《金刚经》上这首祭就好 像我们对人对死对我 心里头才齐心动念呢 就想到佛讲的 一切又违法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定 因作如实观 你就常常这样的观想 人似无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善人也好 物人也好 都是梦幻泡影 这样一观察了 你那个分别心就淡了 执着心也就松了 这个就是好境界了 让你的心真正恢复到平静 清净平等 清净平等是真心 所以既小事 顺利十四 借以如梦幻泡影等道理 印制 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的观照 要相续 不可以中断 如果一中断 你的烦恼习气就先行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坚持 要勉励自己 我们修行人 其中 也有一些人 明白这个道理 明了之后 他为什么还不能成就 前面我们讲的 看破根放下了 他看破了 他真明白了 看破了 看破为什么还放不下 没有用坚持的功夫 这个是我们促学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口 一定要坚持到底 也就是说 看破了 马上就要放下 已经把这个四十真相 搞得这么清楚了 还要执着干什么 已经知道分别执着是错误的 完全错了 就不应该再犯这个暴力 所以看破放下 要坚持到底 再小的事情 都不能放过 哪些小事情呢 穿衣吃饭 我们天天做的这些小事 穿衣梦幻泡影 吃饭梦幻泡影 没有一样不是梦幻泡影 没有一样不是夜阴古暴的循环生灭 这个循环就是阴变成果 果又变成阴 阴又变成果 果又变成阴 阴果循环不断了 变现出设法界 一阵光阴的幻想 能变的夜阴 是原生的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他所变现的幻想 哪里是真的呢 哪有可得呢 所以一定要记住 生计无神 全然无有 确确实实是一场梦 所以金刚经上这六个比喻 这六个字 以梦为主 它是个梦境 所以要用这一具机 这个四具机 来印证 仔细观察 它是不是梦幻泡云 是不是如露如电 既修持佛华了 也已如梦幻等道引之 这个道是道理 梦幻泡云 这个道理 来印证 前面是这个印证 是将世间法了 这一句是将佛法 为什么把佛法 也看成梦幻泡云呢 经文前面又说 法上应识 猴宽非法 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佛法也是原生的 这就说明 祝福如来 在世法界现身 说法 他怎么现身 众生有感 他才现身 祝福菩萨 印化到这个世界来 是感印到教 感是因 印是骨 可见得了 佛法 不利印骨 不利 云生 佛法 也不是真的 也是梦幻泡云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 佛菩萨清除明了 所谓 大作梦中 佛寺 新建的水月道场 这建道场 道场是什么 道场是水中之月 水月道场 水里头月亮 你能抓得到 可见 人家建道场 是什么心态呢 空花水月 释迦牟尼佛 每一天讲经说法 是什么心态呢 大作梦中佛寺 梦幻泡影啊 所以那个心都清醒 一丝毫的妄念都没有啊 这个妄念呢 就是讲的分别之处 丝毫的分别之处都没有 我们学佛 要在真里学 无论是顺经是逆境 这个地方顺逆十四了 那么人是欢心 不管是善人是我人 善人是顺经 我人是逆境 初学下手都要把它看成梦幻泡影 把那个时间看成如露如电 你这样看法 这个看法是决定正确的 所以要坚持 决定不能放松 慢慢把它养成一个习惯 谢观成自然呢 你这才能 其如如来大几灭海了 如来大几灭海 就是真如本心 中文里面讲的 明信见信 行住作物 不理这个 这个用功的方法 在一切法门里面 的确是低了 没有比这个再妙了 直接了当 中间确确确实实 没有委屈之下 直接了当 这叫真用功 功夫决定得力 观照决定不能够放松 决定不能够更断 如是久久 此心 见觉空空洞洞 你这个心呢 慢慢就空了 什么东西空呢 你心里面的 妄想分别 执着忧虑牵挂 慢慢就没有了 就空了 在境界里面 在所有一切现象里面 你渐渐能够如如不动 这个不动啊 就是不被外境所转了 外面境界 无论他怎么心 自己很清楚 梦幻泡影 与自己呢 毫不相关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要认为外面境界 与自己息息相关 没这个事情 毫不相关 不相关 你自己去 攀缘他 那叫自招麻烦 本来就不相干了 佛与大菩萨 在释法界里面 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 这个境界 与他相不相干 还是不相干 唯一有真正不相干 才有感应道交 要是有丝毫叛远心啊 那个硬的能力就没有了 所以众生有感 佛就有硬了 感应快速的不得了啊 就是因为佛心情境 所有一切现象 与他都不相干 他才能够随缘自在 我们 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 功夫稍稍得力 你要问 怎样才叫得力 于一切境远当中 不动心了 功夫就得力了 一切人四物的环境当中 真看破了 真放下了 心里头不再有这些东西了 功夫就得力了 如果还没有放下 如果还没有放下 心里头还有这些牵挂 还有这些分别执着 你的功夫不得力 功夫得力的样子 是心里头干干净净 不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 真的从心里头放下 这个时候就叫心里空空洞洞 空空洞洞是指这个境界 看经时 眼光变觉亮系 这个时候看经 以前看不懂了 现在看经看懂了 从前看了看不出意思 现在看了字字句句里头有无量意 诸位想一想 那个无量意 是从经上生起来的吗 不是 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 经是语言 我们这个根 遇到这个语言 清净心里面 生无量意 那就明白了 我们懂的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 传宗的教学 确实由它的理论根据 它的方法跟教下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禅宗一入手就是训练清净心 一昧 一昧求情尽心 禅宗用这个方法了 所以不读经 不听教 讲经说法 他不听 一听到晚 叫你用什么功呢 用关照的功夫 古时候用关心 以后祖师大德改成参话筒 他的原理原则都是从金刚经这两句话上来的 如如如不动 不取语乡 就从这两句来的 这是中文用功的原理 即时到心清净了 也就是不以外境所转了 这个时候才读经 才听讲 所以他读经听讲了 很快就开悟 那个教下天天读经 天天听讲 听了一辈子都不开悟 中文功夫得力的人 听讲看经 没有不开悟的 道理在此地 念佛是一句踏实些 有这样的素养 也就是心地清净的人 念佛的时候 很容易得功夫成品 一心不乱 最低程度的 得功夫成品 功夫好一点点 就得一心不乱 回向往生 没有一个不生净土 所以这是对我们念佛往生 很大的帮助 这样的人修净土 对于往生 确确实实 自己能够感觉到 有充分的 有充分的把握 有充分的把握 这一心的把握 所谓的分阵 所谓的分阵 经文上 这一句 不取下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是自信 是真心 是真心 所以佛教给我们的 我们要向着这个方向 向着这个目标 这就是成佛之道 修学的功夫 要跟他相应 跟他相应呢 就是要与不动相应 也就是一般讲 与禅定相应 戒定会 三无漏学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教导一切众生 教的什么 总归纳起来 就是戒定会三学 三学是以定学为枢纽 戒学是手段 那么剥弱的方法 有没有离开戒定会的 没有 解释方法 方法 无量 无别 剥弱的方法 就是看破 放下 用这个方法 用看破 帮助放下 用放下 帮助看破 这两样 这两样 辗转 相辅相辅 相辅 这样就得定了嘛 定就是如如不动 这个目标 去精进的 去精进的 初度菩萨 见一分真心 所谓破一凭无名 见一分真心 或者设置为真一分发生 什么是发生 如如不动就是发生 一直到等觉位 这里面总共有四十一个位置 都叫做分真觉 无名破一分就现一分 现什么呢 现如如不动的境界 破两分就现两分如如不动的境界 这个如如不动 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 这叫分真威 我们现前没有到这个境界 我们在底下这一句 若行为中 仅得其方福 所谓相思觉也 从初心到实心 这十个位置 这十个位置 没进行 虽然没有进行 但是向进行这一条路走 没错 确实是这条路 确实是这个方向 没有偏差 没错 方向 方向跟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看破方向 他确确实实是走 看破方向的路 看破方向 放下 看破 他走的这个路 这就是实性未来 这十个位置 叫相思觉 这个地方是讲的 语言教 初心未的菩萨 是什么境界 我们不能不知道 福在本经上告诉我们 徐托华 正得徐托华国 但是他自己 没有觉得 他正徐托华国 确实正得了 而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 就是把徐托华国 放下了 放下他才能 更进一步去证二国 如果自以为 正得徐托华国了 那好了 就终止在这里 不可能再上去了 正得这个位置 不以为然 将军是在讲义里面 跟我们讲 大而化之 不以为然 这两句话 讲得很好 没在意 而徐托华的境界 佛在一切大臣经上说 尽私烦恼里面 建烦恼了 放下了 十七 建烦恼 三界总共有 八十八平 归拿为五大类 第一个是 身界 你看凡夫 都把身当做 粗性位的菩萨 等于小尘的粗果 决定不会把这个身体 当做恶 也就是说 不会再把这个身 看作生活 这是第一个 要放下的 身不是我 是什么呢 是我所 不是我 是我所 所算 我所有的 像这件衣服 我所有的 衣服说 衣服不是我 我所有的 把身体 看作的一件衣服一样 虽然还有执着 那执着就太轻了 今天我所有的 人家要是药的话 脱下来就送人 这很简单了 就是看得不那么重了 看轻很多了 那么又是 写身就很容易了 写身也不会痛苦了 身剑放下了 第二个呢 边剑 什么叫边剑 边剑是两边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 相对的 他放下了 边剑一放下 注意想想 那就归到一了 虽然没有正 得万法一如 但是有一点气氛 不再执着两边了 为什么不执着两边 两边都是假的 有什么好执着的呢 比如世界人执着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都是假的 都等于零 我们常讲 真妄 邪阵 是非 厉害 全都等于零 所以真正聪明人 刚刚入了这个境界 刚刚去入这个境界 这两边捨起了 他心才平静 如果还有真妄 邪阵 是非放在心里头 这个心怎么能平静得下来 这叫边静 边静放下了 静取静 戒取静 这两种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 沉静 所以他常说 某人沉静很深啊 这两种是属于沉静 沉静为什么有两种呢 一个是阴上的 一个是果上的 阴上的沉静 叫戒取戒 果上的沉静 叫戒取戒 这两种沉静 全都是妄想分别之处啊 没有这个事情啊 实在讲 没这些事情啊 第五种叫邪静 邪静就是 前面这个四大类 神静 边静 静取静 戒取静 这个四大类 全是错误的看法 全是看错了 这四大类里面不能包的 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 就归纳到邪静上 所以这个 静烦恼啊 静惑 有五大类 这个五大类 它统统放下了 正许得环顾 这个在修行人来讲 功夫真正得理了 如果在念佛人 如果在念佛人功夫上来看呢 出国 小城出国 大臣的出心 得四一心不乱 比功夫成片高多了 得四一心不乱 那么再给诸位说 功夫成片里面 高端的 功夫成片 也有三倍九平 上三平的功夫成片 就生死自在 这个生死自在 我们也可以说 往生自在 它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可以去 想站着去 想坐着去 都随心所欲 功夫成片 就有这个能力了 活跨 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 真不好笑 真难 但是你要懂得薄弱 就不难 你懂得薄弱 可以讲理议心难 四一心对你来讲 就不难 如果你不懂薄弱 这个四一心对你 也非常困难 念佛念到功夫成片 那个不难 那真理叫万修万人俱 生凡胜同俱徒 念到四一心不乱 是生方便犹豫徒 这个位置就高了 往生当然自在 所以前面讲 念佛也觉得踏实 踏实是什么 是自己非常有信心 那么这是行为当中 仅得其方福 所谓相思局 这个分正局相思局 都是天台大师讲的六级 天台说的六个位置当中 无论相思分正 乃至圆满信心 这个圆满就是究竟局 借由不取相来啊 可见得如如不动 不取于相 这个两句 确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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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圆� varies 大法里面 修行的 总纲领 总原则 如如不动 是理 是信 是目的 不取于相 是方法 是功夫 是成就 就是用不取于相的方法 去振 辱辱不动之理 方法是四 四根理相应 向着辱辱不动 这个目标 这个方向紧紧 这叫相应 相子 我取自 其意义声光 贯彻到底 这个贯彻到底局 就是从初发心 一直到 就近局 就是无上正等正确 都是由不取向而来的 相子无论空有 这是把所有一切现象 归纳为空跟有 有相 无相 双一有相 非有相 非无相 这就把世出世间 所有一切现象都包括了 解释在内了 其总相 其总相 在我发而知也 要把所有一切现象 归纳到最后 归纳到他的根源 就是我发年中之主 诸位要晓得 我执 就是执主 发执 就是分别 连种 同称 妄想 所以大乘法里面常常说 妄想分别之处 这是说到的根源 一切不住 那位也不取 这是为我们解释 不取余相的深意 主 是心里面的分别执主 我们中国人所讲的 挂念 心上挂念主 那个挂念 就是执主 就是取向 一切不住 一切都不要放在心上 事法不放在心上 佛法也不放在心上 这才行啊 古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不能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你决定不能真的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的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决定不能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你决定达不到这个目标 为什么呢 你心上 摆上一个一心不乱 已经就坏掉了 一心不乱拿掉 才真正得一心不乱 所以 明字相 不能着 心缘相 不能着 心缘相 攀缘 常常念着 这个不可以啊 心要空 心要急 心要清静 不取 也不取 力之又离 动物所离 即出欢也 我们现在不取 这个佛教给我们不取 如果我们执着 有个不取 我样样都不取 那你已经去了 你去了 你已经取了 不去了 你已经着想了 你已经着了 不着了 不着 也不住 不取 也不取 这就是常讲 放下了 放下了 再放下了 我已经再放下了 他就讲 你还要放下了 为什么还 我已经放下了 他没放下 我已经放下 这个他没放下 只要有一念 你还没放下了 必须一直到什么 没得放了 真没得放了 那才成就了 功夫才得利了 所以 得无所利 就是说 没得再放下了 你就利了 虚幻了 这个幻是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 你也利了 利了之后 你的真心 就先前了 于是 如如波动 只信提权章 这个章 就是章明的意思 就是先前 这个禅宗里面讲的 明心见信 净土宗里面讲的 礼仪心不乱 一心是功夫 功夫到了 极纯熟的时候 礼仪先前 所以叫礼仪心 礼仪是什么呢 如如波动 如如波动的真心 先前了 所以这个 净土的离心 跟禅宗里面 明心见心 境界完全相同 直视用功的方法 不一样 禅宗里面 用参禅的方法 禅宗里面 用念佛的方法 方法不一样 达到的境界 完全相同 那么教下 把这个境界 称之为 大开圆解 见心 本性 本性里面的 薄弱智慧 先前了 如如波动之 信体权杖 这个信体里面 有本具的薄弱智慧 智慧先前了 这叫大开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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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说的 这是说的 决照的自信本定 本来不动 这是修定 功夫的原理 为什么要修定 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 理论的依据 在此 自信是如如不动的 陈宗用的 关心 就是关这个 所以他这个用功 中文里面唱将 从根本修 在本源上用功 就是从根本修 他们用关心的方法 关一切法 是在经元上用功 这些学会 这是照见 照的功夫 年中功夫 都是佛门修行里面的 根本法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无边法门 归纳到最后 就是这两个方法 一个修定 一个修官 但是诸位一定要知道 定里面有官 官里面有定 定跟会 是一不十二 你要把它分开来 那定也没有了 会也没有了 所以修定会开会 修官会得定 官 前面讲了 我们在一切现象上 我们在一切现象上 一切静元上 看它什么呢 看它夜阴古暴 循环的相续相 这是惯了 现象怎么来的 观察它 刹那生灭 也了不可得 这是观察一切万象的存在的 石像 我们走这个路 我们走这个路 理 思 多清楚 多明白了 我们放下了 知道什么呢 一切法 当题皆空 了不可得 放下是定啊 岂不是 官里头有定吗 官是会 你真正明白了 彻底了解了 这是智慧 放下就是定 前面一个是修定 只从如如波动本源上 去修定 如如波动自信里头 什么也没有啊 所以得了定之后 晓得一切万发的真相 他也明白 定中有会 会中有定 定会等学 所以佛法里面修定 不是死定 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 宗门里面常常讲 什么时候会开悟呢 定会君等的时候 开悟了 会多定少 定多会少 都不能开悟 定会君等的时候 就开悟了 这个道理在哪里 诸位一定要记住啊 都是经纲经上说的 一如的道理 定会不等的时候 是二法了 二法不是佛法了 佛法是觉悟啊 二法不会觉悟啊 一就觉悟了 定会等了 定会是一 金刚经上讲的 诸法如意 定如会 会如定 万发一如 定会一如 这就如今 宗门 宗门 是这么个道理 教下 也是这么个道理 金刚经 不是法华经啊 法华经啊 不是楞严经啊 你能开得了屋吧 大开元节 没有份了 为什么没份呢 分别执着 大幻想 即使你看一切经呢 都是一个 你就悟了 你就入进去了 华言上所讲的 一几十度 都几十一 一度不二 不二就是一如 世间法不是佛法 佛法不是世间法 佛法跟世间法是二法 你永远不得其梦而入 你哪一天豁然悟了 佛法跟世间法是一如 你就入进去了 你就开悟了 所以六足那一句话 那个意思 不可思议 无限的声光啊 他跟我们讲的 二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我们想想 根本的道理在哪里 因为你二 二是分别才有二 执着才有二 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 哪里来的个二 万法也如 世间人 为什么过得这么苦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万法也如 不知道一切皆是 他在 也如不二里面 其分别 在分别里面 起执着 每个人分别不一样 每个人执着不一样 于是就发生冲突了 冲突里面就斗争了 就互相残害了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变现出六道三土的苦报 是这么来的 我们在金刚经里面 把这些四礼 都看清楚了 佛都为我们说出来了 我们仔细想一想 一点都不错 这才干佛之恩 四十真相 虽然就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无量皆到今天 没看出来 经佛这么一点 我们才醒悟过来 无后其修 其修的秘诀 就是刚才讲了 要坚持 坚持 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我们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 真实受用 就是真正幸福 未满 自在快乐 不但现前 你能够做得了主宰 你在整个大宇宙里面 你自己可以做主宰了 不会被外面境界 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 外面境界 佛来动不了你 母来也动不了你 那么从这个一段 我们也对于佛会双修 定会登持 这两句话的意思 更深一层地了解了 有更深一层地认识 知道这是行门的年大宗刚 如是二字 故事之上文 如梦如幻 但说 须知 如梦如幻 正为 助法之相本空 亦正为 助法之姓亦如 可知 如是亦言 时寒有 亦如解释的意味 观一切法 如梦如幻 即是观一如解释也 这个文艺 这个文艺 越说 越清楚 越说 越明显了 如是 就是记字里头 应作如是观 这如是两个字的意思 从表面上 如是是指前面六个比喻 如梦幻泡淫如露亦如电 这是文字表面上的意思 一切要违法 包括 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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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法 佛法都包含在其中 要把它看成梦幻泡淫 把它的存在 看出 如露如电 这就是 主法 指向 奔空 这是观向 向空了 主要晓得 信就显了 我们今天 为什么 不能够见信 我们把向当作真实的 主了向 这向 就不见信了 立开了向 信就见到了 信是什么呢 信是如如波动的 空极之体 所以 你晓得 万法 皆空 再深入一层去体会 就 诸法 知性 有 诸法 在向上讲 不一样 千差万别 信上讲 完全相同 都是空的 那个波尔法门 从哪里讲的 波尔法门 不是从向上讲的 向上 那千差万别 那怎么会疑呢 从信上讲的 从理上讲的 理上讲 确确实实 波尔嘛 波尔就是一如 经文上 经文上所说的 如来者 诸法如意 诸法如意 就是万法亦如 万法亦如 就是法法解释 法法十四 解释什么 理 理是一个 法法解释 一个理 诸法 是现象 神罗万象 现象不一样 可是 神罗万象的 心是一样 你从一切 现象里面 见到他的性了 性是一个 性像不二 性像一如 这样我们才懂得 经重 主是语录里面 所讲的 不二的意思 六祖讲的不二 也是一经上说的 唯母七经 讲不二法门 金刚经上讲的 不一 不一 就是不二法门 不一 一切法不一 是从相上讲 从四上讲 不一就是多 不一 就是没有两样 那就是一 意思是 从理上讲 从性上讲 是一 不二 江维农居士 在金刚经 讲义里面 这一句 不一 不一 他用了 很长的篇幅 来说明 这一句经文 他指出 这一句经文 是薄弱的 宗刚 这一句话 要是真的懂得了 真的明白了 这一部金刚 薄弱 你就能 全部贯通 你就没有障碍了 那么金刚经 所有一切 结束 都离不开 不一 不一 的 宗刚 那么 此地这个 如是 两个字 意思就 很深 很深 实实在在 含有 也如 解释的意味 观一切法 如梦如幻 这是教给我们 修学薄弱 下手的 办法 这种 方法 最适合于 我们现代人 所讲的 知识分子 用这个方法 最为契机 对知识分子 叫他 老师念 阿弥陀佛 求生 净土 他说 这是迷信 他不能 接受 你叫他 用这个方法 观察 一切 万法 这个 现象的 来源 观察 这个 现象的 存在 到底是 存在不存在 他觉得 这个很有道理 这个 很符合 现代 这个 科学的 思想 科学的 方法 他能 接受 接引 知识分子 是 最 殊胜的 方便法 那么 看到一切 法的 真相 看到一切 法 存在的 真相 再 深入一层 观察呢 就 见到 一如了 就 见到 解释 一如 解释 就是从 四 就是从四 上 见到 礼了 这个礼 所以然的 道理 前面呢 观一切法 如梦如幻 那是观他 当然之四 进一步 是能够 发现 其 所以然之理 这个就 深入 就透彻了 所以才晓得 万法 也如 一如里面 自然就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了 解释 你的 清净心 平等心 大慈悲心 就先前了 说老实话 解释 解释什么 佛于大菩萨 对于九法界众生 为什么要那么慈悲 我们晓得 世间人 大家 所佩服的 所敬仰的 一些 所谓 艺人 牺牲奉献 这是值得 社会大众 所佩服的 所敬仰的 你仔细去观察他 他为什么 那样认真努力的 勤奋的在工作 不是为明 就是为利 名利都拿掉了 谁坑工作呢 没有人坑工作了 如果没有名利 拼命在那工作 这个人是傻瓜了 诸佛菩萨 既不要名 也不要利 为什么在 世法界里面 这样的牺牲奉献 认真努力 在工作 这是佛家 大慈大悲 慈悲心从来 生的呢 就是从 一如解释里面 生出来的 自自然然地 生出来的 一如 可以诸佛说 一切万法 跟自己同体 解释 一切万法 解释自己 不是别人 这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 同体大悲 无缘 大慈 无缘 解释 无缘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无条件 没有话好说的 无条件 父母照顾子女 是有条件的 他是我的儿子 我才照顾他了 他不是无条件的 如果不能体会 不能欺辱 亦如解释 无条件的 那是有名无实 不可能的事情 唯一有其如 亦如解释 那真的是 无条件 这无缘 大慈 自然 就泄露出来了 月云绝静云 生死涅槃 犹如做梦 无起无灭 无来无去 其所振者 无得无实 无取无谁 其能振者 无作无止 无助无我 于此振中 无能无所 毕竟无振 亦无振者 一切发信 平等不坏 这一段 是原则经里面的经文 生死跟涅槃 社法界里面的众生 都把它看成 两桩事情 生死 是生灭 涅槃 不生不灭 生灭跟不生灭 这是两桩事情 反复从相上看 有没有看到四十真相 没有看到 只看到相的表面 反复是生死相 佛与大菩萨是涅槃相 如果真地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生福不二 众生跟福不二 生死跟涅槃不二 苏维斯 生死 及涅槃 烦恼 及菩提 烦恼是 迷惑 菩提是觉悟 觉跟迷 好像也是对立的 这个对立 都是看表面 没有深入的仔细观察 仔细观察 它是一 不是二 怎么会观到一呢 我们用这个经上的话来说 生死的现象 涅槃的现象 怎么形成的 都是夜莺果报变现出来的 生死 是人的夜音 涅槃是近的夜音 或者说 生死 是迷离的夜音 离是什么呢 如如不动 违背了如如不动 自行离体的 造的夜音 涅槃是顺着 如如不动离体造的夜音 迷顺不通 伪的是自行 顺的是自行 离开伪顺自行是一个 怎么不同呢 绝的是他 迷的还是他吧 所以 伪顺不二 觉迷不二 迷什么 迷自行 觉什么 觉自行 深入一观察 才晓得 他们变现出来的果 有夜音 去变果变果 现象吗 唯一自行的 先 生死的象 六道众生 生死的象 圣自行的 先 涅槃的象 佛于大菩萨 不生不灭 一阵法界的象 都是从自行 变现出来 所以你看他的夜音 果报 果报就是现象 同一个原理 你在看他这个现象的存在 都是刹那生命 没有两样 你才看出这个事情 一如 解释 极不一样的 对立的 你能够把它看成 从这个 他这个现象的原理 跟存在的这个事实上去观察 一如 解释 这才知道 不二 入不二法门 不二就是佛法 佛法就是真正确无了 幽如做梦 生死涅槃 佛于大菩萨来看 那是一场梦 生死要离 涅槃要不要离呢 当然要离 如果不离 生死离了 住在涅槃里面去了 这就是阿罗汉匹之佛 不能见信 还是迷啊 这就是说 世间法写掉了 出世间的佛法 他没有谁啊 金刚经常告诉我们 法上应谁 涅槃是佛法了 也要把它卸掉 谁了之后啊 出离舍法界了 谁了之后 回头再看看 就像昨天晚上做的梦一样啊 就像昨天晚上做的梦一样啊 梦醒了 梦醒了 醒了以后怎么样呢 无起无灭 生死哪一天起来的 什么时候起来的 什么时候断掉的 涅槃是什么时候起来的 什么时候啊 离开的 没有啊 这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 无事的意思 佛经上讲无事 根本没有开始 这个意思很难懂 为什么说没有开始呢 因为生灭同时 你到哪里去找开始 令人经上讲的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你那个起灭 从哪里去找 那个速度太快了 就以仁王经上 佛所说的 我们已经没 抓不到了 不但我们抓不到 我们想都没胖想 仁王经上讲 一坛直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就从这个说法 我们就能够体会 观察到 它生灭是同时的 既然是同时 就是无起无灭 不生不灭 一念米是不生不灭 一念诀 也是不生不灭 那么你就晓得 其灭不耳 就是生灭不耳 这是真的事 这不是理想 不是假设 是事实 不耳是事实 不是理想 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了解 这个事实 无来无去 既然刹那生灭了 哪有来去呢 来去之相 也了不可得 来去不耳 无得无实 无取无邪 得实不耳 取邪不耳 多归到 一如解释里面去 这是说外面境界 你所证 下面这个一段 后头这一段 是将能证的 由此可知 所证不可得 这个不可得 就是前面经上所讲的 万法皆空 世主世间法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所证的如实 能证的 也不例外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后面这个半段 是讲能证 然后才晓得 能俗多不可得 这个俗上 就是金刚经上讲的 诸法皆空 能证的 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 三心不可得 金刚经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能证 能所知不可得 这就是能所不耳 你看看 所有一切法里头 到最后通通归一些 都归到波尔法门 归到波尔 就是回归到 一如 回归到解释 我们才晓得 诸佛菩萨 为什么那样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有它的根本 它从哪里生出来的 所以你入这个境界 一定是大慈大悲 你是真相搞明白了吧 真相没有搞明白 天天叫大慈大悲 怎么叫也叫不出来呀 好 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